一片看清中共病毒如何传播全球的 川普政府一直指责因中共一门疫情导致病毒全球大流行 他愿他们中共不允许人们前往中国 但他们却允许人们从中国前往全球包括美国 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很糟糕 看这些国家川普的指责是否是事实呢 大纪元梳理了从今年1月开始 160个国家首例确诊患者的相关报道 这些数据呈现出以下事实 今年1月1日武汉公安局通报乘8人 因散布武汉病毒性肺炎的不实信息被警方处理 随后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都为吹哨人都遭到训诫 直到1月23日武汉封城期间的23天内 至少有22个国家被感染 这些国家的最初病患接来自 国家出现确诊病例 截至发稿时 已有189个国家的超过3600万人确诊 其中逾百万人死亡 这些数据也显示出病毒转染的路径 自1月13日泰国出现第一个海外确诊案例开始 共有32个国家地区的首例病患来自中国前30国家或地区的首例确诊 都来自中国意大利46个病患 国家的首例确诊来自意大利 意大利1月30日确诊病患此前来自武汉 法国14个病患 国家的首例确诊来自法国 法国1月24日首例确诊来自武汉 美国6个病患 国家首例确诊来自美国 美国1月21日首例确诊来自武汉 伊朗16个病患 国家的首例确诊来自伊朗 伊朗2月19日公布首例确诊是前往中国的商人 西班牙7个病患 国家的首例确诊来自西班牙 西班牙1月31日首例病患 来自中国中共病毒转播全球确诊 实践图表 西班牙7个病患 西班牙7个病患